欢迎大家收看汽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埃隆、马斯克打算通过四轮机器人来击败中国的电动汽车 尼基亚亚洲编辑来信 关于华盛顿观察家们 市议会在公众强烈抗议后重新考虑取消免费停车的决定 特斯拉股价下滑 马斯克警告称将出现放缓 25万美元的缆胜极光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请大家收看 埃隆、马斯克打算通过四轮机器人来击败中国的电动汽车 英国每日电讯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概述了一款 价格为3万美元或更低的新型廉价电动汽车的计划 内部消息称该项目代号为红木 马斯克表示计划于明年在德克萨斯州开始生产 马斯克还应表示将在生产过程中税在生产线上而成为新闻头条 特斯拉在2023年表现不佳 年末三个月的销售额仅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 低于分析师的预测 该公司的股价在1月27日下跌了多达13% 马斯克因多元化投资受到批评 他最近收购了社交媒体公司X 前身为Twitter并涉足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 然而 马斯克认为特斯拉的长期未来在于人工智能机器人 并对一款名为奥普蒂姆斯的新型人型机器人感到兴奋 尼基亚亚洲编辑来信 《关于华盛顿观察家们》 日经亚洲 随着全球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兴趣日益增强 亚洲的公司不得不争分夺秒地跟上美国政治的步伐 一家公司的未来取决于其保持信息灵通的能力 以及如何预测、准备和缓解地缘政治风险 美国的政策变化可能影响地缘政治事件或对特定行业实施制裁 这对全球公司来说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因此 他们在华盛顿投入数百万美元进行游说 市议会在公众强烈抗议后重新考虑取消免费停车的决定 BBC 达勒姆军议会正在重新考虑取消下午两点后的免费停车计划 以响应挽救市政中心的呼吁 该议会推出了免费停车计划 以鼓励人们在疫情后返回市政中心 但在今年年初重新引入了停车费 以为议会筹集更多资金 议员埃利森 背地敦促议会取消停车费 以避免加剧市中心的衰退 工党提出的一项动议 呼吁议会重新考虑取消下午两点后免费计划 得到了跨党派的一致支持 该动议将在稍后由议会内阁考虑 特斯拉股价下滑 马斯克警告称将出现放缓 BBC 特斯拉的股价下跌超过12% 因为该公司警告称 尽管降价 但2024年的销售增长可能低于2023年 该公司面临来自中国竞争对手 和传统汽车制造商的激烈竞争 导致在欧洲和中国等关键市场上降价 特斯拉的年度收益也低于预期 降价 更高的研发支出 以及与新款Cybertruck的生产 增加相关的成本 轻蚀了其利润率 该公司计划在明年下半年 开始生产一款新的低成本车型 特斯拉的股价 今年已经下跌了超过四分之一 25万美元的缆胜极光 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彭博社 捷报路虎 JLR 由于成本削减和价格上涨 开始看到财务业绩的好转 该公司还通过改进车型 如Defender SUV 取得了成功 然而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如车辆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以及公司的8%运营利润率 低于竞争对手 尽管如此 JLR的母公司 塔塔汽车公司 在过去一年中 股价翻了一番 同一辆车 同样的充电 不同的价格 电动汽车驾驶员 面临着不一致 不可靠的充电网络 加拿大 CBC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市场调查 加拿大的电动汽车 EV 充电网络 在定价上存在广泛差异 而且 性能和可靠性也不一致 该节目测试了 加拿大一些最受欢迎的充电服务 提供商的定价和可靠性 前往安大略省的Ivy Flow ChargePoint 和Petro Canada 充电站 调查发现 消费者可能会根据充电地点 支付两倍的费用 并且在12个调查站点中 有7个存在可靠性问题 调查揭示 加拿大没有一个统一的 全面的充电基础设施 安装和维护策略 加拿大清洁能源组织 呼吁标准化和便利的定价和支付系统 而联邦环境部长承认 网络存在问题 并表示 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今日股市 尽管美国经济增长迹象明显 亚洲股市大多下跌 雅虎 尽管美国数据表现积极 但亚洲市场仍然下跌 日本日经225指数 下跌1.3% 数据显示通胀放缓速度超出预期 恒生指数下跌1.6% 上证宗旨基本持平 观看 州警察追捕嫌疑犯穿越几个地区线 四人被逮捕 雅虎 俄亥俄州州警察逮捕了四名个体 他们在五个县的警车追逐行动中被捕 追逐行动始于凌晨4点左右 当时 俄亥俄州公路巡逻队的勒巴嫩港哨的州警察 在洲际71号公路南部的48号州道附近 发现了一辆本田轿车 该车逃离了汉密尔顿县的交通检查 追逐行动经过了克林顿 格林和费耶特县的I-71号公路 然后进入克拉克县的72号州道 车辆离开了道路 进入了一片田地 并在Parsom Road西北部的一道围栏前撞毁 该车的司机 18岁的哥伦布市的蒙特斯 德安德烈 梅森 沃伦 被控违反警察的命令或信号和接收赃物 这两项都是重罪 他被关押在沃伦县监狱 其他三名未成年人也被控接收赃物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 经常在这里为大家报道最新的新闻资讯 今天我们聊了几个话题 包括特斯拉的新型电动汽车计划 亚洲公司对美国政治的观察 取消免费停车的争议 特斯拉股价下滑 以及充电网络的问题 首先 特斯拉的埃隆 马斯克计划推出一款价格 为3万美元或更低的新型电动汽车 这个计划被称为红木 并预计明年在德克萨斯州开始生产 马斯克还应表示 将在生产过程中 税在生产线上而成为新闻头条 不过 特斯拉在2023年的销售额表现不佳 股价也下跌了13% 虽然马斯克最近在多个领域 进行了多元化投资 但他认为 特斯拉的长期未来 在于人工智能机器人 另外 亚洲的公司对美国政治的观察 也成为焦点 这些公司必须保持对美国政治的敏感度 因为美国的政策变化 可能对全球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亚洲公司通过在华盛顿 进行游说来应对这些风险 在英国 达勒姆军议会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 重新考虑取消免费停车的决定 这个决定原本是为了挽救市政中心 但受到了市民的反对 最终 市议会重新考虑取消停车费的计划 以避免加剧市中心的衰退 特斯拉的股价下跌超过12% 这是因为该公司警告称 尽管降价 但2024年的销售增长可能低于2023年 特斯拉面临来自中国竞争对手 和传统汽车制造商的激烈竞争 这导致在一些关键市场上降价 此外 加拿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也面临着问题 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 充电服务 提供商的定价和可靠性存在广泛差异 消费者可能根据充电地点支付不同的费用 而且 有些充电站存在可靠性问题 加拿大清洁能源组织呼吁标准化和便利的定价和支付系统 最后 尽管美国经济增长迹象明显 但亚洲股市仍然下跌 这可能是因为 日本的通胀放缓速度超出预期 导致日本日经225指数下跌 同样 香港的恒生指数也下跌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了 我们讨论了特斯拉 美国政治观察 免费停车取消 股价下跌 充电网络问题 以及亚洲股市的表现 希望大家对这些新闻有更深入的了解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